明天,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要来奥地利了,这次,不是来国事访问,而是,喝、喜、酒。 6月5日普京到访了也纳时,奥地利外长卡林克奈斯尔在场陪同图片来源,路透社喝水的喜酒。明天,普京将亲自橡皮上嫁衣,的53岁奥地利外长卡林克奈斯尔,克恩克纳斯尔送上祝福。 克奈斯尔是奥地利又一自由党的代表性人物,极力支持奥地利与俄罗斯交好,为此,奥地利的世界级特种部队,眼镜蛇已经严阵以待。 奥地利外长卡林克奈斯尔,克恩克纳斯尔媒体评论称,普京18日访门德国时,顺道前往奥地利,祝福新家娘奥地利外长克奈斯尔,如此安排可谓事无前例,且极具象征意义,图片来源。 APAFPJOEKLAMAR奥地利皇冠报,最先援引本国政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,普京将作为出人意料的嘉宾,飞抵婚礼现场,克里姆林公随后证实了此事,奥情报部门已开始部署婚礼的安保措施,普京30年前曾在德国工作过,他在德奥两国的好友不少,然而,53岁的奥地利外长克奈斯, 而和他的商人未婚夫买林格,并不属于上述范畴,普京两个月前访问美也纳什,才与外长抗力出时,也正是在当时,克奈斯尔向普京发出了婚礼邀请,后者欣然应远,我会前来官吏道贺。 普京如此回答,浙江世纪州之内普京第二次来到奥地利,媒体评论称,明天的新娘克奈斯尔执掌奥地利外交部仅8个月,但并非昙花一现的政治人物,他通晓西门外语,主攻中东事务,他最初供职,奥外交部,而后专注于学术研究,如今重新入阁,代表奥地利自由党, 该党被欧洲和美国的大西洋主义,这公开是为亲俄政党,不过在自由党尚未入选执政联盟时,维也纳在处理对俄关系,上同样奉行独立政策,克奈斯尔上任后,只是强化了这一路线而已,在欧美诸国因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,而驱逐俄外交官时,他顶住了伦敦及欧盟的压力,他还与来访的普京一道, 向苏军战士纪念碑献花,报道称,现今的奥地利领导层行事独立,战略正确,维也纳在莫斯科与布鲁塞尔之间长袖善武,夯实自身分量,个人外交,及普京波容出席克奈斯尔的婚礼,便是名正,据分析,普京从不掩饰自己与若干欧洲政治家情比金坚,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, 如今,普京又将成为克奈斯尔婚宴的座上宾,也有媒体分析称,普京决定去参加奥地利女外长的婚礼,主要有三个原因,第一,既然今年6月,女外长邀请普京出席婚礼,普京已经接受邀请,一言即出司马难追,普京当然不能食言,必须兑现诺言,第二,奥地利女外长极力支持奥地利与俄罗斯交好, 这应该是普京出席婚礼的主要原因,一直以来,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对俄罗斯,实施了一轮又一轮制裁,西方国家把俄罗斯当作敌对设立,当作眼中钉, 在俄罗斯经济,外交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,奥地利女外长还冒着极大风险,极力支持奥地利与俄罗斯交好,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于雪中送叹,普京肯定感激,第三,普京不是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, 普京在国际政坛上是一位硬汉,但对待俄罗斯民众,自己手下的官员,朋友,也有柔情的一面,男儿有泪不轻谈,但作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,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流泪, 比如,2016年12月,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,在土耳其遇刺身亡,在其葬礼上,普京流下了热泪,外界有评价普京峡谷柔情,53岁的奥地利女外长的结婚,是其人生中的大喜事,既然对方把普京当朋友邀请他, 理应接受邀请,沃尔夫钢麦林格和卡林克奈斯,而图片来源,奥地利信事报France Gruber明天,克奈斯尔外长的婚礼,将在施泰尔瓦克州斯塔尔马克的葡萄酒酿造厂Dustest Happy and the White Trade举行,克奈斯尔外长的未婚夫,54岁的沃尔夫钢麦林格,Wolf Demelian是当地的一位企业家,金融服务体,工商,沃尔夫钢麦林格和卡林克奈斯, 2.奥地利眼镜蛇特种部队,将参与婚礼的安保工作,奥地利眼镜蛇特种部队目前,这支国际顶尖的精英部队,已经同克奈斯尔,及其未婚夫进行过多次讨论,一位匿名安保人士还表示,会组织局棘手,保障婚礼安全进行,眼镜蛇作战司令部,德恩,埃特斯克曼奥克罗,简称埃特克罗是奥地利的主要反恐特种部队, 隶属于奥地利联邦内政部,自1978年成立至今,1140名人员,现在或曾经在眼镜蛇作战司令部中服役过,眼镜蛇作战司令部,于1996年,参与了在格拉茨塔路监狱的人质救援任务,以及数之不尽的其他行动, 1996年10月17日,四名眼镜蛇作战司令部,的人员,登上了一架在有即将被驱逐出境的犯人,并准备飞往拉格斯的图154克机,当时一名尼日利亚犯人,一一把刀威胁机组人员,要求他们把克机飞往德国或南飞,该犯人随即被部队制服,并被送往他原来的目的地, 眼镜蛇特种部队曾获得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扒发的勋章,任何奥地利联邦警察的人员均可申请加入眼镜蛇作战司令部,选拔过程中考生都必须接受体能检查,心理测试和剧烈的体能测试,一旦队员通过选拔后就必须进行为七六个月的专业训练,当中训练项目包括,射击,战术,运动,驾驶,锤降,图, 手格斗,以及语言等等,除了以上基本训练之外,一些更专业的项目在战场上亦有可能会被运用到,力,跳伞,潜水,爆炸物的使用及狙击等。 据悉,参加完婚礼后,普京将于明晚六点在柏林北部的马斯巴工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, 这场会晤将讨论叙利亚战争、乌克兰冲突和能源等相关问题。 THEND以上内容由欧洲时报中东欧版Less中编,部分内容参考自新华社、奥地利新时报、新闻报、图片来自网络,转载请著名Euronews。 感谢观看